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体型庞大的大象细胞数量是人类的100倍 按理来说呢 他们离癌的几率应该要比人类高出不少 不过实际上呢 是很少听到大象的癌症的案例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 就要带大家来解密 大象癌症几率低的关键原因 吹 长长的丧鼻砸着口琴 努力吹奏 听从保育人员的指令 乖乖伸出脚 让保育员刷刷指甲和脚底 这些其实都是在帮大象的例行医疗检查 做准备避免他们患上疾病 脚部的问题就是 应该讲说骨头肌肉的问题 其实在圈养的相会是最常见的问题 除了这些常见的问题 大象还有可能罹患其他的致命疾病 消化到疾病也是会尝到 也是会看到的 然后其他还是会有零星的一些 比如说感染的问题 你刚刚讲的重大疾病 像那个叫做象的泡疹病毒 它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它在国外的象群 有造成那个很大规模的死亡 而且很急性的死亡的案例 所以这个是目前在象 最容易看到最致死的一个疾病 但在大象的疾病当中却鲜少提及癌症 体型庞大的大象细胞数量是人类100倍 寿命可以达到50到70岁 而生物体型越大体内细胞越多 发生突变的机会其实也越大 如果是以细胞分裂的次数来看 大象癌症几率应该远比人类来得高 但癌症却只占大象死亡原因的3% 和癌症数十年来始终高居人类死因之手 占比超过四分之一相差甚远 而关键就在这组基因 癌症包括大肠癌乳癌 你们或是肺癌 你们想看的常见的这些说 前面的十大的癌症 几乎他们大概七成或八成 都是因为P53基因突变 P53基因突变以后刚才讲了 它的功能已经没有功能了 原来P53其实就是一个警察 保护我们的身体 我们只有一组P53 他们有20组的P53 存在人体第17对染色体上的P53基因 如果出现变异或无法正常运作 当细胞遭到环境化学物质等影响 突变或受损之后又继续分裂复制 就可能形成肿瘤导致癌症 但如果P53这对身体的首位细胞正常启动 就会让这些变异细胞尽快凋亡 有效阻止癌细胞分裂抑制癌症发生 P53基因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 自然健康之下的一个癌症抑制的因子 正常健康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P53基因 因为这是要维护我们正常细胞 不给它癌化 该老化的就老化 那即使有变成癌症的时候 赶快把它后眼砍断 那它不需要能够癌化的坏人继续的长大 大伤和人类离癌几率 关键差异就在人类只有一组P53基因 但大伤却有多达20组 因此阻止癌细胞复制的能力远远高于人类 也更能够有效及时侦测癌细胞生成 采取反应 科学家从大象身上的基因 发现了抑制癌细胞的契机 P53基因的相关研究 是否有望成为癌症疗法新希望 科学家还在持续研究 目前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脏底离癌风险